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科學和科技新聞 我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但是為了保障這個社會的起見 我們要第一時間講講伊拉麥克 因為有它在這裡 很多時候就算對科學沒有興趣的人都會看一看 它是最近很多的新聞的 不過它一直有很多新聞 不應該說最近 第一件事就是它的電池車很嚴重 在加哥那些人充不了電 你可不可以先講一下為什麼充不了電 其實那個鋰電池的問題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你去到那些溫度很極端地低的時候 整個儲電和充電能力是會削弱了的 那這次一看到真的有一個寒流來的時候 就會有事 所以下一步就是想 是不是電動車完全是廢了呢 還是需要再下一代的電池是可以更加耐用的呢 那這些東西一定是要留意太空科技的了 現在其實太空上面你研究的那些充電池材料 一定是向著更加持久的能量密度更加高 還有就是說可以在更加不同極端溫度之下去操作 就幾個方面去賣進了 那我會覺得可以期待電池科技其他的進步 那當然我們也會繼續去留意和大家更新一下 是啊 它的Tesla股價大跌了 但是你不會看輕人的 為什麼呢 剛才你說的 它太空科技裡面有很重要的角色 那一定在這個問題上面 它們放很多錢下去了 所以大家就不要小看它 它那個世界首富的寶藏 就不會那麼輕易被人刨頭的 但是今天我們要講的第一件事 就是它呢 就開始將這個人的 香港這個電腦的晶片植入人腦了 那我不知道這個是否很厲害的新聞 但是似乎看你的感覺就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有這麼說 我們一直以來都講了很多那些人腦和機器界面的技術的 那甚至乎我們特意講 有一集的有一節曾經講過 萬一那些脊髓神經受損 那現在那個科技有什麼新的進展 令到我們更加多的方法 可以將那些信號打通的呢 那其中另外有些問題就是 嚴重到一個地步 你是那個信號會由腦部來去拿的 然後人是對於身體其他部分 是完全沒有了那個使喚的能力的時候呢 那會不會可以靠著這一種機器的方法 將腦部的信號讀出來 再將它重新發送回身體其他部分 令到人可以控制身體呢 那這件事情我們一直停留在科患層次來說 但是直到一個位置 當我們去報導了 一些比較精細地可以將腦部的晶片 是很仔細地放在腦部上面 去植入一個人的腦部的表面的那種技術 現在是慢慢成熟的時候 似乎就是我們期待著 什麼時候有第一個個案子呢 其實這個星期的那個進展 就不是一個科技上的進展來的 其實就是有消息 都無論是英美媒體都有提到 就說Elon Musk他旗下的neural link 就是他旗下就除了有這些整電動車的東西 也都有一個我非常留意就是SpaceX 就是那些太空項目的那些東西 其實SpaceX每個星期都有發射的了 但是我就很期待接下來那個Super Heavy 那個再發射 而另一方面呢 在那個人的神經元科技認識那裡 怎樣去做一個腦機界面 就是最尖端的手術呢 其實一直除了在科技上受到設限之外 就在那個臨床手術那個道德規範那裡 都還有限制的 因為你要在正式有人肯讓你做試驗做這種手術之前 你一定要證明到你這個手術 就不會有一些有害的東西 是無法彌補的 那所以呢 對於那個美國原來連FDA 食物及藥品管理局這裏 是有權去把關的 那剛剛這個星期的新聞 純粹就是講這個neural link 他準備如果要去做這種腦機界面的手術的話 他就正式獲得了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 這個FDA的批准呢 就應該是在今年九月份 就第一次嘗試將那個腦機界面的那個電子儀器 是植入一個實際的人的腦那裡 來嘗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呢 去幫助到一些 譬如神經有缺損的人 去重新接駁回那個信號 是啊 那麼他很招職的 這個產品呢 就是你人機界面的產品 Telepathy 那中文是什麼呢 心靈感應啊 真是招職啊 這個人 還有他寫了 他説想像一下 如果是Steven Hawking呢 可以和我們溝通 快過一個打字 和一個獎項 那獎項是什麼呢 是拍賣會博取這個人 是 那就是我們的目標 這個人寫的真是很囂張的 所以做記者應該很喜歡他才是 那我們是很喜歡他的 就是有他在這裏就多話說 那但是呢 他這麼多犯數呢 如果他博取其中一犯呢 我想真的是 真是什麼呢 但是呢 我們又不需要去世事探討 因為其實那個科技在這裏 只不過現在這個就是FDI批 就不是一個科技 FDA FDA批 那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科技新聞 但是我們想問一件事就是 如果有這樣的介面 我將來可不可以人腦駁到一個電腦裡 你理論上只要能夠你把那個腦部的訊號 很準確的這樣 能夠放一個晶片進去呢 駁什麼呢 都是有可能的 是的 就是你駁到自己的身體 那個神經系統 你將它駁到一個 除了自己 就算你不是一個癱瘓的人 一個正常人 我將你的訊號拿出來 放在電腦裡傳下來 去再進一步的分析 就是一個人的思維 除了在你身體上運作 再將你的訊號拿出來 在另外一個Data Base上面運作 是可能的 就是你當然一路可以想到 更加多古靈精怪的問題 譬如將我的腦 終於有個插位可以駁出來 就堅硬接躍你的腦那裡 我可不可以override你的身體呢 是挺恐怖的 以前有個小說 我記得是Johnny Le Monique 所以拍了戲 尤其是他信叉來的 他後面有個插頭 我想是USB來的 插在錄上 可以下載所有的東西 是的 這個是介乎科幻小說 和科學科技之間的一個曖昧的情況 但是我們再去探討的就是 人腦其實現在越來越遲鈍 我們下棋就輸給電腦 我們做很多東西輸給電腦 我們有沒有可能搭到一個量子電腦裡面 這樣說吧 搭到量子電腦拿來做什麼呢 你說如果給它拿來做一些更加厲害的數據分析 比如說 將一些我們腦部的 已經有了的經驗 去放到電腦上 讓它再精進一些 再去溫習溫勁一些 甚至乎再將它的想像 那些推理 再做一些更厲害的東西 我們經常說我們的腦多聰明都好 我們會累 要睡覺要休息的 我們睡覺的時候 可能交給另外一部電腦 繼續幫我推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早上起床的時候 從那裡配合下來 這樣 行不行的呢 這些都是科幻的說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一定要留意到 會不會世界上有一些問題 我們已經可以 在未有這個腦機界面之前 已經可以交給一些超級電腦 甚至乎量子電腦去運算解決呢 那是有的 那這個星期我們都有些新聞跟大家說 是啊 那我們切采一樣的 比如說 現在有一條幾何的數 我想計算 我只是有這樣的意念 我駁了在量子電腦上 它跟我計算之後 它回到答案平坡 這個在技術上可不可能 如果你說就算不符合到你的腦子那裡 就這樣你交給電腦計算 顯示的答案出來 是有人在做這件事的 那這裡就要介紹一個project 如果大家很記性的記得 就是電腦捉圍棋 捉得比世界高手叮噹馬頭 甚至你可以說去捉過世界高手 就是AlphaGo這些人工智能 另外就有一個叫AlphaFold 就是拿來去嘗試各種蛋白質的摺疊的形式 是幫我們去運算一下 究竟製藥和製作這些抗體疫苗 那可不可以有更快的方法 用電腦幫我們找到一個 硬形狀的抗體或者酵素出來呢 那這個也是交給人工智能去做的 那剛才台長提了一件事 原來剛剛這個禮拜也有人去報導一件事 就是Alpha Geometry 其實我們以前很久以前 或者去提過一下 我們沒有去專題去講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如果有一堆 比如數學題 數學題分很多類的 你有普通的純數的數字推理 有微積分應用的題目 有一些線性的代數最佳化的問題 密碼學等等 但是如果在我們小學中學比較基本的 幾何 還要是歐基里德平面幾何的題目 就是其中一個很專門一個獨立一個課題的一個題目 那原來有人去嘗試去運用人工智能技術 都沒有使用到量子電腦的 是普通的超級電腦 去幫我們給他很多例子 去看很多的幾何題目 然後給他一些新的幾何題目 他懂不懂做 那就厲害了 這個Alpha Geometry的機器 原來就一直去更新去改進 剛剛這個禮拜也有人去報導 都不是剛剛這個禮拜才發生的了 就是說他那個成績表現 已經趕得上世界第一流的高手了 那個世界第一流的高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每年其實都有一些高中生去參與一些全球性的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那個數學奧林匹克比賽裡面的那些題目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懂得有小朋友 或者自己的小朋友都去參加報些班 香港和中國大陸是有專門的學校訓練這件事情的 是的 你有沒有參加過? 我就去到初賽被人踢了出來的 即是有參加過的? 是的 我很差的 就算你看到美國隊現在的成績 在這些比如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那些高中生參與的比賽裡面 都是非常好的 每個國家派五個代表來參加 然後你就不是排名的 就是純粹你的那份卷做得到夠高分 你就有個金獎了 那很多時候中國就是五個拿了金獎 還有美國隊很多都是全部黃皮膚的 是的 最近你發覺一件很有趣的現實就是 足球排名高的地方 你發覺很多巴西球員巴西裔的球員 如果你的國際那些物理數學奧林匹克 拿了五個金牌的國家 很多時候你發覺很多黃皮膚的學生 就走下去代表了那個國家參賽 香港和台灣都不是太差的 但是當然台灣好一點 原來他現在把這個Alpha Geometry 他這個機器的表現 就其實不是很讓他任他自己運動 不限他時間 發覺他最後出來已經很多題目都做得到 拿到的分數就對應於 就比起那個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那些好手 是排到去銀獎以上金獎以下的那個成績 就是已經是表現是比起全世界的平均是更加好的 在圖表上面就是綠色這個巴 是的 那藍色這個呢 就全部都是人類來的 是的 那最右手邊那條藍色巴 你看到就是金獎的那個分數就是最高 是的 但是他輸的很少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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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知道呢 繼續給他訓練下去的時候 他做得更快 甚至乎是 你給那個電腦給的越來越超級 甚至乎不要超級電腦這麼簡單 量子電腦可以了吧 這樣會不會再做得好些呢 那很可以肯定這樣說 就一定做得到 而且呢 是你給訓練這個AI去做這個幾何題 有一個自動攜帶到的一個優勢是什麼呢 是整個邏輯是會出來了 自動就會出來的了 因為很多時候你電腦去做這些 找答案呢 給出來是一些關聯分析的結果來的 看了很多pattern 就是譬如你抓一個圍棋 他不會告訴你 因為你走了這步 所以你最後是贏還是輸 他沒有這種關係和分析在背後的 反而你是人類這個好手去想這個棋局的時候 他是會想一下這樣的因果關係 去比較一下 但是在人工智能運算的時候 就不需要有這樣的假設在這裡 但是呢 為什麼在那個幾何分析的時候 會自動攜帶這個好處呢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自己去做這幾何題目的時候呢 尤其是由初中去到高中都好呢 老師是一定要你寫下每一部你的論證 是有一個原因的理由在哪裡的 而那個理由就是一個邏輯的因果關係來的 為什麼這兩隻角要是相等的 是因為這兩條是平衡線 為什麼這隻角要是等於90度 原來他是因為合了在一個圓形裡面 其中一條線穿過了直徑 所以剩下這個三角形有隻角要是90度 那這些全部是有了幾何的一些法則在背後裡面的 所以其實每一步每一步都是由一個小小的邏輯步去組成 所以由最初到你的電腦試了很多條幾何法則 最後找到答案的時候 整個邏輯順序是不知覺的 就是順帶就會自動去送給你 就會自動出來了 所以在這個Alpha Geometry的研究裡面 你就會直接很容易有整個由開始的問題 和答案中間的邏輯推論就會整個出來 所以為什麼就是這些去做超級電腦運算的人 會有興趣將這個數學題 幾何題這種數學題 是放進去給人工智能來分析 嘗試就是希望了 會不會將它轉了遊戲 我不是去想幾何題這麼簡單 我去想一些更加多更複雜的數學題 會不會不要是幾何呢? 微分幾何呢? 或者不要微分幾何呢? 代數幾何呢? 將這些數學的推展到 就是幫它做這些數學難題 那個領域推展到更加多更加遠 那有人就會想了 會不會最後就是連數學家 你要去做證明 都可以由電腦來做解決 甚至乎可以自己發現一些新的數學定理 暫時我覺得講到太遠 但是現在在幾何這個問題裡面 的確是已經有一個非常令人滿意的成果在這裡 但是它會不會錯呢? 邏輯這些是很少錯的 當然你最後錯不錯 現在目前來說人有方法 這些奧林巴克題目就已經有了人的答案在這裡 你可以對的 那你當然一路去訓練它的時候 就用一些正確的 就是數學的邏輯和例子去訓練它 那照計一下那個邏輯機器沒錯 它裡面的運算沒有誤差的時候 照計出來的東西都是對的 整個東西那個邏輯結構 是一個自己不會和自己矛盾的一個結構來的 但是這個我們就不小心抓到一個東西了 就是我們能不能夠好好控制這些運算是不差呢? 那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說那個電腦 不要理它超過電腦 量子電腦也好 它計算一下 一百萬次有一次錯 那一次錯可能是可以很大的事情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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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又要給我順帶很快的提一提 因為實在是太多了需要講 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他們那個量子電腦那個研究小組 那這個量子電腦研究小組很有趣 它橫跨了這些物理學和那個電機工程學 那如果大家很記性的話 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得獎者 其中一位就是華裔的崔奇教授 崔奇他自己本身就是普林斯頓的這個EEE 電子及電機工程系的教授來的 那它裡面是出了很多這一流的研究 是一些應用物理而且是很尖端的 那他們原來也有從事這個量子電腦運算那裡 那在剛剛這個星期 他們發表了一個很重要的成果在《自然期刊》那裡 就是提到怎樣可以幾乎是不需要很費額外時間 令到我可以很準確在一個量子電腦運算裡面追蹤到它那些不差 那其實它要運用那個方法是很複雜的 很簡單地說就是它們找到一個適合的量子運算的這個單元 是一個元素來的 它這個單元裡面除了有它負責去表示 去盛載量子資訊的那些量子狀態之餘 也都有一些其他多餘的狀態 方便它是將一些額外的資訊 是放在那裡 從而令它可以馬上檢查它原本的那些量子狀態 又沒有擺入和輸出了一些錯誤的資訊 就可以有方法由一個後面的 在後台的一個量子狀態 就幫我去檢查前台做的量子狀態的那些運算 就做一個即時的監測 就相信就可以令到整個量子的運算追蹤的誤差 是可以做得更加輕巧和更加快 是一個實時的觀測來的 因為如果大家很記性 我們在剛剛這個2023年年末 去講到這個量子運算的進步的時候 就說現在IBM就準備 去做好一個超過1100個量子單元的量子電腦之後 就他們會向這個精準度去推進 就嘗試將這個東西變成商品化 那現在其實很需要一個科技就是什麼呢? 就是怎樣將我們現在有的量子運算這些系統 可以做到幾個方向的成本要降低 第一就是建議去做小一點 另外就是我不需要冷卻到這麼低的溫度 就變成了可以少一個散熱和液態淡的冷卻單元 就可以將它減省了 另外就是每一個的量子單元 我都需要一大堆的正常其他的單元 去幫我檢查它 讓它的誤差不要擴大 還有檢查它有沒有誤差 那裡是會很耗費時間的 會不會有一些另外的機制 可以將整個東西減省了呢? 現在似乎普林斯頓那裡又給了一個答案 但是最後能不能夠實際融入到現有的量子電腦裡 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呢? 那暫時就不知道 但是在行內的人都看到 普林斯頓這次的這個發現的重要性 所以它刊登在這個自然的期刊那裡 那這節我們已經很長了 但是我們太收了新聞了 所以我們就比較精簡地去介紹 那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好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 是真的話 就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這裡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就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了 其實呢 就要有人假裝我們兩個呢 就不要緊要的 最緊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了 那好吧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